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英特尔B系列平台就和CPU超频没什么关系 6代酷睿Skylag出了以后能动一动外屏玩 但是毛病不少 收益有限 基本没什么人用 B560开放了个内存超频 就可以说是大发善心了 即使到12代酷睿还是如此 B660主板都没有超背屏的功能 华尔之前出的StreetX B660系列 其实已经有了自带时钟发生器 允许用户去超外屏 网上也有不少玩家 尝试在这些主板上非可以超频 12480很轻松就可以达到5G以上 而且使用起来也没有当年6代酷睿那么多问题 但当时代时钟发生器的B660主板都是DDR5的 那个时候不论是主板还是内存价格都非常高 虽然现在DDR5内存降了不少 但还是很贵 差不多是同量DDR4的两倍 导致这项操作只在资金比较充裕的玩家手里 额外当成娱乐项目 无法在普通玩家之间普及开来 而最近几个月 微信和华琴出了DDR4内存的B660可以超外屏的主板 把非可以超频的门槛一下子拉低了不少 这才让更多的玩家注意到这件事情 今天我们就弄来这块刚上市的微信B660M迫击泡Max Wi-Fi DDR4来看看 上来先吐槽一下 哇 这个板子 这个背面 黏黏的 据说是现在为了环保 它都不用洗碗水了 装机的时候就会略有不少 不过环保 环保嘛 这里 这个是B660M迫击泡Max Wi-Fi DDR4 名字很长 这里说个细节 MAX版本就有DDR4的版本 但这普通版的排击炮是有DDR5版本的 但是实在想不到谁会去 除了我看过之前有个什么游戏区的女博主 什么视频 秒速1GB 组装万兆高原之大 此还能开始MC服务器 DDR5排击炮加DDR5插满 反正这个视频里面 我见到了DDR5的B60M排击炮 还插满了四个DDR5内存 还是今天年初DDR5内存很贵的时候 内存的钱都能买好几个主板了 总共就插了一个机械盘 装了个Windows 通过万兆网线和另一台电脑连接 先复制到SD里才能跑买万兆再复制到机械里 M5还用个水冷牙 他非要说 这个是组个万兆高原之NAS主机 那简直就瞎搞嘛 你直接给电脑里面加个机械硬盘不就行了 是还搞那么复杂 他连NAS是啥都不知道 后面还折腾一堆所谓的液弹超频 哎呦真的是谢谢谢地 游戏区的博主想揭数码人上单不是不可以 但我请你先把电脑的一些基本理念先搞清楚 这个NAS视频真的是严重的误导新手用户了 说回这个主板 相比普通排击炮除了多个时钟发生器之外 还把第一条PCIe插槽升级到了5.0 虽然暂时也用不上 未来什么时候能用上 也不知道 总之这个地方的插槽成本就是变高了 然后在主板底部多加了两个风向接针 总计达到了6个 原本排击炮只给了4个 确实有些不够用 和人家的XX是一个量 其他的硬件设施基本一样 音频解码芯片升级可以说是感知不强 这个泡面则是贵了100多块钱 其实也没有比微星的Pro G60A Wi-Fi便宜多少 便宜个300元左右吧 这里再说个好玩的 这块主板刚手的时候 我们想去微星官网看看有没有新链的BIOS可用 结果发现中国大陆官网上 排击炮MAX的BIOS列表里面显设是普通排击炮的BIOS 主板代号7D42 当然也是刷不了的 而国际站里面显示的是代号为7D97的BIOS 就只有出厂这一版没有更新了 但我和微星的工作人员说了一下 很快几个小时就改好了 这个效率很多的厂家 确实需要好好学一学 测试使用的CPU为i5-1240F5 这个CPU比主板还要便宜 内层额微钢D60-360-C148G乘号 但是我们遇到了偶发的3600MHzG1不稳的问题 所以测试期间使用的频率为3500C14GLE 持续保持XP的设定 Intel你要开放内层超频 你就好好开放 你锁个IC内压不就是恶心人吗 这个问题在所有的FakeCPU上都有 具体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 显卡则为电竞判科的3060Ti 打开了ResetableBar 三辆系用的猫头云的D12L CPU的频率为基础频率乘以倍频 也可以说是外频乘以倍频 外频基本都是100MHz 在Modern设置下 1240F的全核心倍频为40 单核最高倍频为44 就意味着10G频率 全核心4GHz 单核心4.4GHz 在B60M排泄泡Max上 可以将外频提升到125MHz CPU同样40的倍频时 10G频率就到了5GHz 对于12DECO而言 5G算是很基本的超频频率 同时还会被外频影响的 还有运和内存频率 运频率在CPU这里显示为北桥频率 默认状态下 1240F的Rin频率在3.6G到4G不愿动 如果不对Rin进行限制的话 会跳的比较高 可能会不太稳定 于是我们像调整CPU背频一样 把Rin的背频控制一下 比如我们这里选择36 10G的Rin频率为4.5GHz 同样还有内存 为了和默认的3500MHz保持一致 需要把内存的背频调低 选择28x1或者21x1.33 再适当地提高点CPU点压 就顺利进系统了 我们使用的140F在默认时 单考FPU的CPU功耗为80W 核心平均温度仅60度 供电MOS温度41.5度 都是非常低的 超频后功耗来到了122W 核心温度86度 其实1.23V的电压有点高了 还可以往下压一压降低功耗 MOS温度45.9度 依旧不高 排气泡的供电规格其实挺强的 带个12900K也是可以的 超频后 3080的跑分提升很明显 多核心的分数提升25% 基本就是跟着超频的幅度来 单核心分数则提升到13% 超频后的多核心分数 都能和5800X去白白手办了 Adobe的软件测试也有不同幅度提升 其中PS和AE提升约15% PR提升约18% 另外64的内存读写测试会受到润频率的影响 内存读写对比大家看看就好 接下来就是大家更关心点的游戏测试 游戏测试还是得强调一点 如果你玩游戏比较喜欢开比较高的分辨率和画质 这样显卡测的压力会比较大 游戏的帧数基本上是被显卡限制的 这种时候去升级CPU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无论是提高核心数量还是频率 都不会有明显的改善 当然你CPU也不能太弱 只有当你玩的游戏优化比较差 或者分辨率和画质开始比较低 导致CPU渲染帧数跟不上显卡的性能 显卡开始偷懒了 这个时候去提升CPU频率或者内存频率才会有用 使显卡的占用率上升 帧数上升 还有情况是需要提升游戏的最低帧 有的时候可能平均帧数相近 最低帧差很多导致游戏体验不佳 尤其是经济游戏 很怕遇到卡顿 提升CPU性能可以减少这些现象 提高最低帧 我们游戏测试也会为了体现出差距 使用1080nb分辨率和中低等画质 第一个游戏低画质的CSGO 超频前后帧数提升比较大 超过了60帧 效果比较明显 超频后CPU功耗也没有明显提升 最高仅40多瓦 温度也很低 比较可惜的是 CSGO这个测试场景中 有一段穿过一大堆烟雾弹的过程 这个时候显卡的负载会特别大 出现了之前提到的显卡评计情况 导致最终统计的1%低帧比实际低 而且两者差距不大 如果统计烟雾弹场景之前的1%低帧 可以看到实际中的差距还是比较大 中画质的产物6号提升就比较有限 频率帧仅提升3.7% 1%的帧也比较相近 这游戏明显看到超频后的功耗和温度上来了一点 但依旧不是很高 并且只是一颗6核心的CPU 三极致画质的绝地求生 频率帧提升6.5%也算不上很多 但是1%的低帧有比较大的改善 从151帧提升到179帧 幅度达18.5% 古林阿姨就有些有意思了 中画质情况下 频率帧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一帧掉打 但是仔细看下最终的测试报告 GPU帧数基本一致 超频后的CPU帧数和值钱相比有了不少的提升 GPU的售限从67%提升到85% 0%的低帧则从106帧提升到119帧 极限技术地平线5在模仿情况下的GPU的售限比较低 仅28% 超频后平均帧和1%的低帧都获得一定的进步 主要还是最低帧 最后的游戏 全民战争三国 这个游戏即使在中画质下 对3G率它的压力也是比较高的 测试全程基本都是处在满载的情况 导致CPU超频前后的提升基本可以说是没有 平均只差0.2帧 可见超频前后游戏的征度提升主要还是在最低帧上 平均的差距不是特别大 CPU超频对于玩家而言 有没有用 有多大用 还是看你的用途 如果你是游戏画质党喜欢看风景 那么这款主板基本上和你没什么关系 超不超频也不用去关心 把预算留给显卡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对CPU的性能真的有要求 比如说拿来干活 或者说是玩一些竞技性的游戏的玩家 同时预算也是真的有限 就差的几百块买不起Z690和戴K的CPU 那这块Z690迫及POWMAX 确实可以让你使用更便宜的非KCPU来获得 接近高端平台的使用体验 尤其是搭配iG1270F使用的话 相比Z690加1270K可以省一个硬盘钱 那么有没有什么代价呢 还是有的 首先是你得会超频 超外频虽然实际上也不是很难 但是总归是一道门槛 然后就是非KCPU的DDR4超频问题 3600MHz基本上是上限 除非你运气特别好摸到了IMC体质比较强的 运气差的 比如说我们这颗1400F就得降到3500MHz使用了 因为你得到超频了追求性能了 还用GL2模式肯定不合适 频率上不去只能想办法去压低持续 这又是一道门槛 这再说一个我们也无法论证的问题 一开始我们使用的是酷冷的GX50电源 正常使用很久了 超频前测试也一切正常 超外频后测试后 游戏的时候就经常直接卡死 换了个海盗船的IM1000电源就没事了 不知道什么选择问题 难道酷冷这个电源和这个主板它半自不合吗 最后说一下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对于大部分不愿意折腾的 买个电脑就是用的用户 其实选择i5-140F加华硕H20-A加3200的内存就可以了 Intel的非KCPU索IC电压导致了很多1240F 36G1内存是跑不上去的 不如直接用用H610主板内存3200G1用用了 华硕这个板子 接口比自家的B60都要全 算是Gate中狂了 1240F非要上个B60M迈积POWMAX也不是不行 就是主板以下就要增加几百块的预算了 比CPU还贵了 确实对于游戏帧数会有一些提升 但是这个预算可以加快硬盘呀 甚至显卡从3060升级到3060Ti了 实在预算有限 又想去超频 不仅仅也可以用滑擎的B6060M-PG 虽然也不便宜 看着有修Gate 但相比排阶帮MAX还是便宜些 不过个人不是特别喜欢滑擎 质量只能算是二线 而且BIOS上是有BUG的 新手想去调掉BIOS有些费劲 以滑擎调掉以后也不大可能去修复BUG 可能用1260KF、1270F来搭配排阶帮MAX更合适一些 1260KF内存你还不用担心 XMP开不上去 但非要1270KF也行 毕竟比Pro Z690NWiFi主板要便宜大概300块钱 Z690主要是拓展性好一些 有更多PCIe插槽和4个M.2 如果你就差一个显卡 最多2个M.2 其实就用排阶帮MAX就够用了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 不知道看完我们的测试 你是会去购买微星排阶帮MAX主板的 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 别忘了关注别忘了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 因为我们是全球的YouTuber 我们点了六个不太重要 如果想要点更多电脑资讯码可以关注我们的测试更多号 潮玩客CLR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来到套电部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套超商品的潮玩客 谢谢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